我是安东尼,是毕露库斯科的人,09年来北京 对我们来说,中国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不仅是学中文、学语言 而且学到这个国家的丰富的文化和丰富的历史 闲着的时间,我也喜欢汽车 特别喜欢在外面做一些湖外的一些运动啊,跑步啊 很多人都喜欢去河海,还有那个南罗湖湘这个地方 我更喜欢大石兰或者点脚那部分 我觉得那边的建筑还有那边的气氛还是原来的 在中国时间约长,我还是发现我们两个人民 还是比较接近 我们都喜欢好吃的,我们都喜欢享受时间 在毕露那边基本上每个菜都是米饭加一个东西 就好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盖饭 我们也有一个好像那个饺子的一个菜 是这么大的一个饺子 但是这个是烤的不是煮的 我老家是故事科 两种文化 印加人文化,还有西班牙人文化 是在每个街道能看到的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 我们学习啊,这个东西是 之前来过的人 给我们留下来的部分 这些人是印加人或者西班牙人 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两个民宿的一个结合 新旧文化的一个结合 可能最大的挑战就是 怎么能保护他们之前的那些民生古迹 几百年的一个活动 还有人住 怎么会满足他们出宿的那些诉求 怎么能把这些已久的那些建筑 放新的,然后那个保护也特别好的 因为每个城市他们也对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历史也是比较骄傲的 不仅是以来过去的那些部分 城市还需要往前看 因为每个城市每个地方 它是不断地进化 不断地发现自己的